10月26这一夜,球迷的势态炎凉 在中国女足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网友热议一针见血地指出 王珊珊就要踢前锋 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放在中后卫 中国女足在前少的时候踢得好 自从富裕了 怎么还不如以前了呢 前锋踢中卫,中卫踢边后卫 边前卫踢前锋,换个中后卫上去踢中锋 以为你是曼城啊 以水教练能力 中国女足注定无好成绩 可惜了这批在国外表现出色的球员 看前锋没有一击必杀的能力 想念孙文了 看中场没人调度指挥 想念刘爱玲了 看后卫盯人不紧 想念范韵杰了 看边路没有犀利的突破 想念赵丽红了 看门将不敢出击 没有霸气指挥后防 想念高红了 依稀能看到点老女足的影子 也就是33岁的王珊珊 还在场上拼类似以前的蒲尾 第一进球进得太容易了 中国队技术含量还是不错的 对抗能力不错 队员之间还需要加强配合 第二个进球运气稍微有点差 水庆霞还是赶紧下课吧 队内最好的前锋 放去踢中卫 自费武功 换人慢 落后了还换两个边后卫上来 好歹把王珊珊推上去 或者换沈梦露冲一下啊 唐嘉丽 笑玉姨那些好的球员不入选 从世界杯开始就不是坑枪玫瑰了 失望了 这两个人说实话被真的水教练永不录用 所以现在女足也很乱了 我们的教练真的不行 战术简单 没有配合 球员特点没有发挥出来 一手好牌打得一塌糊涂 整体上既不如人 踢得什么玩意 拿不住球 配合也打起来 总是慢半拍 一传就丢 进得一球也靠运气 水指导最后让开这些大脚 就是为了下一场再演练战术的 说句心里话 水导该功成名退了 战术思想根本跟不上国际了 水教练要为自己的任性付出代价 球员有实力 没用 教练就不要 后面的两场干脆别打了 打也是白打 因为小组出现根本是不可能的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关注 创作路上感谢大家的陪伴 我会继续加油的